之前说过不再讲西方石油,但是这几天发生了一件事情,还是觉得有必要说一说。 上周西方石油的大股东Kyle Icon说是要在未来几周卖出大量的股票,市场可能会把这当成他看空未来公司的信号,会对股价有负面的影响。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披露的到底是什么,其实很简单,就是要在5月1号之前,在他认为合适的价位,卖出3000万普通股。 那怎么理解他这个举动呢?首先要知道卖出的3000万股只占他手上普通股的三分之一,同时他还有很多在低价位买入的认股权,所以卖出的只是他持有的一小部分。 第二,他为什么会买出?给出的理由是西方石油由于股价的提升,在他的持股里面占的比重太大,因此需要重新平衡。 其实这种理由在基金经理中非常普遍,我会单独做一集讲一下。 那对我有什么影响呢?简单回答是没有。 虽然说投资的理由之前都已经讲过,但是还需要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。 尤其是西方石油,在我持股中比重非常大,毕竟好公司虽然多,但最终有机会看到十倍回报的毕竟不多。 重新整理思路不是要看未来现金流和盈利如何,而是要看最基本的,我对这家公司投资的理由和假设。 我把它总结为三条,具体原因就不展开讲了,大家可以看以前的视频。 这三条是,第一,石油在未来几十年仍然是有巨大需求的产品,没有什么可以替代。 第二,页岩油井,就是西方石油最大的资产,在正常油价下有很高的价值。 第三,西方石油是所有大石油公司里面成本最低的。 我做的所有的调查,对西方石油公司的投资,都基于这三条。 稳定的需求,产品肯定有人买,行业内最低成本,可以保证在油价比较低的时候仍然可以盈利。 而只要油井有价值,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,就可以通过出售资产来维持。 所以说,只要这三个前提不变,那么我对西方石油投资估计问题不大。 未来我对它的调查,也不会集中在短期内是否达到分析师预期这类的消息, 而是新的消息会不会影响我这三个投资的理由。 如果我开始怀疑这三者中任何一个,那么这个投资就危险了,我会第一时间卖掉。 弄清楚了自己投资这家公司的理由。 那考虑它的价值重点,是考虑公司价值下滑的风险。 一向投资,只要不亏钱,就会赚钱。 亏钱是自己可以控制的,至于赚多少,是上帝给的。 除了一些自然灾害或是突发事件,比如油井泄露什么的, 那怎么样的场景会使西方石油公司价值大跌,甚至跌破我买时候的市值呢? 我能想到的,第一,一场持续多年的严重经济危机,对石油的需求大幅下降。 第二,资本市场进入严冬,公司无法借款,也无法发行新股筹资。 第三,其他石油公司购买油井的意愿也很低。 其实,这种最差情况相当于是把去年三月的情形,从几个月延长到了几年。 如果持续几年会怎么样呢? 西方石油公司可能会被迫借卖自己的资产还债。 借卖大量资产之后,公司的供允价值确实有可能低于140亿美金。 但是破产仍然是一个非常小的概率,而且一旦经济危机结束,市值是有可能恢复的。 这种分析可以让我对自己持有股票下滑的风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。 知道自己不太可能亏钱,就让我更有信心地长期持有,不会因为短期的风吹草动就睡不着觉。 我上次讲过,西方石油要恢复供允价值,要经历几件事情,包括摆脱破产阴影,油价恢复,产油量恢复,和低碳市业盈利。 其实,股价可以迅速下滑,也有可能迅速上升,上升的理由也有很多。 比如说,现在很多人估计它在2023年才会盈利,但公司有可能提前盈利。 比如说,公司有可能在今年就恢复一部分股息。 再比如说,也许哪天市场上认可它的低碳事业,把西方石油划入新能源的行列,使众多的基金可以买它的股票。 比如说,由于欧佩克非常克制,在油价提升的情况下也没有增产,而美国的石油公司也同样大幅削减了资本支出,因此很可能会出现市场上石油短缺。 油价迅速涨到100美金以上。 再比如说,说不定哪天新能源的泡沫就泡灭了,市场终于知道这些新能源公司并没有真正的产品和盈利的可能,因此他们会重新考虑对石油公司投资。 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,任何一项发生都会对股价有很好的提升,但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些会不会发生。 更重要的是,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。 因此,再确定第一,我投资理由是正确的。 第二,西方石油现在股价仍然很低,这两点之后,我能做的只有等待。 就像几年前看的,讲日本导演黑泽民的一本书《等云道》,他是如何为了拍云从山边飘过来一瞬间的景象,而让剧组等半天的。 拍电影是这样,投资也是一样,耐心是必须的。 那么要不要卖出一只股票呢? 我之前说过,对新上市的公司,我没有目标价,因为他们的信息太少,很难对未来做出估计。 但对于已经有很长历史的公司,对于公云价值做出估计是可能的。 但即便我对西方石油做出估计,比如说每股80美金,决定卖出也没有那么简单。 要决定卖出无非两种情况。 第一,如果哪天发现投资这家公司的理由是错的,那自然要卖。 第二,和拍电影的导演不同,任何一个投资者同时会有很多股票可以选择。 手上是有一只股票,也就意味着同样的资金不能投资于其他股票。 这就是机会成本,因此在任何时点要不要卖一只股票, 关键取决于这只股票的风险和收益,与其他公司之间的比较。 也许有一天,西方石油仍然处在低价,但是市场上有更好的机会, 那卖掉它,去买别的更好的公司,就是正确的选择。 好,今天就讲到这里。 谢谢大家,股市有风险,请大家自己做好调查。 讲这些只是记录我的投资思路,不是投资建议。 谢谢,再见。